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前两天,在加州的满特利公园发生一起车祸 一名华人女子,当时她推着一辆超市的购物车在路上行走 突然被一辆开过来的汽车撞飞起来 而肇事车辆随后逃逸,被撞女子当场身亡 据报,该事故事发生在周五10号晚上8点左右 当时目击者陈先生正好和几位同事开车经过 目睹了事发过程 据陈先生描述,当时他们开车在Stopside标记处暂停等候 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很大的声音 抬头一看,马路对面有人被汽车撞飞到了空中 然后又重重的摔到了地上 当时他们还不确定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以为是什么重物掉在了地上 但随后他们感觉情况不对 就立刻下车去查看 结果发现被撞的是一个人 是一名华人女子 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当时已经昏迷不醒了 从现场的画面来看 躺在路上的被撞女子 穿着一件红色格子的衣服 粉色裤子 旁边还导着一辆超市的购物车 随后陈先生赶紧拨打911报警 他在另一位同事在那负责保护现场 他说因为当时天色比较黑 被撞女子人就躺在马路上 他们担心过往车辆看不见人 再次撞到她 所以就一前一后的在那保护着她 说当时被撞女子推着的购物车里 还有一个很大的床垫 一个白色的床垫 看起来非常邪魔 而就在撞击发生时 床垫也被一起撞到了空中 随后跟人一起掉落到了地上 现在对于这起事件的具体细节 还没有更多信息 不知道是因为车辆超速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不得而知 不过在事故发生后不久 也就是在当晚9点半左右 警察已经抓到了肇事车辆 据目击者表示 司机是一名西语义男子 年龄大约是在40岁左右 随后被撞女子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 但不幸的是医院宣布 女子已经身亡 据目击者描述 这名被撞身亡的华人女子 年龄大约30多岁 警方在受害者身上没有找到任何身份证件 暂时还无法确定这个人的信息 据世界日报报道 当地的一位华人居民表示 这起事故的现场附近 经常会有华人推着超市的购物车回家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交通工具 就直接把购物的商品装在推车里 就直接推回家了 据他猜测 这个被撞的华人女子 可能就住在附近 据纽约邮报报道 上周末 纽约的数百名反以色列抗议者 占领了曼哈顿大桥 他们推翻警察设置的路障 驱散道路沿线维持治安的警察 封锁了大桥 导致交通严重堵塞 据报 上周六下午两点左右 示威者在前往曼哈顿大桥之前 先是在布鲁克林的巴克莱中心附近集合 然后分成几组 其中一组向大桥挺进 随后这群示威者为了登上大桥 先是冲破警察路障 并和警察发生冲突 其间一名警察受了轻伤 30名抗议者被捕 最后100多名示威者 手挽手缓慢地穿过大桥 并高声呼喊 我们不想要这该死的战争 据视频显示 被捕的示威者 被安置在警方的一辆公共汽车上 但一批抗议者 试图在车辆离开大桥时 阻止车辆前行 随后手持紧棍的警察 击退了阻挡人群 对此 纽约警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 这种行为不仅对人们的出行造成不变 更是一种公共安全隐患 纽约警方将永远保护言论和抗议自由 但我们不会容忍 无法无天 随后 当桥上的示威活动结束后 抗议者聚集在曼哈顿下沉的警察总部外 敲着鼓 喊着口号 挥舞旗帜 敦促警方释放被捕者 据其中的一名抗议者声称 这次的集会是为了纪念 Nekba 76周年 Nekba辞职 1948年 以色列建国期间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年度纪念日 他说 我们看到历史在重演 房屋被毁 人们大规模无家可归 成千上外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举行这次游行的原因 既是为了纪念Nekba 也是为了呼吁结束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 据报自去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 加沙抗议者已多次阻断纽约市的主要交通道路 并曾扰乱梅西感恩节游行等大型活动 现在对于以哈战争的态度 美国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 可能是因为拜登现在也感受到了来自国内的巨大压力 所以拜登现在已经放话警告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继续进攻拉法 美国将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但同时拜登也指出 只要哈马斯释放人质 加沙地区就可以实现停火 昨天拜登在西雅图的一场筹款活动中表示 停不停火取决于哈马斯 只要他们愿意这么做 以色列隔天就可以结束战事 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们释放人质 以色列就会立刻停火 但对于拜登的警告 以色列的反应是既担忧又愤怒 上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表示 如果有必要 以色列将在打击哈马斯的战争中单独行动 但他也指出 如果这样也将加深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危机 但拜登现在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 只能警告以色列停火 昨天12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代表美国 对以色列发表了最强烈的批评 并明确指出 以色列已造成无辜百姓的生命损失 而且可能将引起持久动乱 布林肯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以军的攻击造成无辜平民惨重伤亡 不但无法消灭哈马斯 还可能导致动乱蔓延 布林肯强调 美国主张 以军应撤离加沙 同时寄望以色列在结束军事行动后 对加沙地区提出妥善安全的治理方案 布林肯表示 以色列宣称 拉法尚有四个哈马斯营地 随着以军攻击行动 向聚集了一百万平民的拉法前进 以军行动可能取得初步成果 也可能对平民带来严重伤害 而且不能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 布林肯认为 即便以色列攻下加沙 也无法确保能够消灭哈马斯 另外 布林肯也首次针对拜登政府 向国会提交的最新调查报告做出回应 以色列在使用武器时 必须考量对儿童与平民造成的伤害 在某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合理推论 以色列军事行动不符合国际人道法 并强调 这将造成无辜平民惨重伤亡 不过就在我们截稿前 就在今天下午大概一点左右吧 看到的最新报道 说以色列已经返回加沙地区 以军在加沙北部重新发动战斗 看来以色列这一次好像没有接受拜登的警告 依然还在继续行动 据报 经过七个多月的以哈战争 已造成超过三万五千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加沙大部分地区已被炸成废墟 但到目前为止 仍有一百多名以色列人质 被哈马斯劫持囚禁中 这两天 我在国内的自媒体上 刷到好几条视频 说哈马斯已经同意无条件释放人质 这样的消息 但是我用英文在谷歌上 搜遍了各大媒体 都没有搜到这个消息 看来这应该又是一个假消息 或者是把之前释放人质的相关新闻 扣到了最近的世界上 如果哈马斯要是同意无条件释放人质 估计可能就不会有今天 以色列再回到加沙北部 重新发起战斗这个事情了 老拜登同志不是说了吗 只要哈马斯释放人质 加沙地区就可以实现停火 但是人家就是不放 或者是压根就没有人质 可以放了 这人质可能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个冲突的根本矛头 还是在于哈马斯 你突然不宣而战 并且还绑走人家那么多人质 而且还躲在平民中 用平民的生命做挡箭牌 其实这一次 这个以哈战争的冲突 罪恶之源 就是源于哈马斯的突袭 及绑架人质 最近据国税局调查指出 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出售芝加哥大楼时 使用可疑作账手段 宣称赔钱 疑似将亏损 重复认裂 以骗取减税 据会计时估算 如果国税局进行追究 川普恐怕要补交 1亿多美元的欠税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这栋坐落于芝加哥河畔的 92层摩天大楼 是川普集团迄今所见的 最高建筑 也是他最后的一个 大型建筑案 由于当时的建筑成本 严重超支 又赶上在金融海啸 最严重的时期开幕 所以亏钱非常严重 但国税局表示 川普试图用亏损来抵税 做得太过头 实际上他把相同的损失 屠销了两次 说第一次屠销 是在川普2008年报税时 大楼的销售远落后于预期 但他宣称 自己投资的这栋 即住宅 Condo和饭店 与一体的摩天大楼 符合税法上的 一文不值定义 因为他在该建筑案中 付了债 这也就意味着 他绝对无法获利 但据纽约时报 和非盈利新闻机构 Public发现 这一招让川普在当年报税时 任劣亏损高达6亿5100万美元 但此事当时并未惊动国税局 只是有些税务专家 对国税局没有对此进行审核评估 感到非常惊讶 但到了2010年 川普和他的税务顾问 想从该建筑案中 再度套取进一步好处 因此惊动了国税局 并对此展开 长达数年的稽查 据报道指出 首先他把控有 该摩天大楼的公司 转移到新的合伙公司 因为两家公司都由他控股 所以此举就相当于 将资金从左口袋 转移到右口袋 接下来 川普又进行产权转移 在接下来的10年中 宣称出现了1亿6800万美元的额外亏损 报道称 川普的这个案例很特别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 国税局曾举行高级法律审核 才决定追究 据纽约时报和非盈利媒体 Public咨询税务专家后 计算得出 国税局这次修改川普的税额 可能是想让川普 补交1亿美元的税款 加上利息和可能罚款 金额可能在1亿美元以上